继续来看活动的消息 三星乡的阿美族人人口大约有150人是分散各地 为了传承传统的文化 8月23号将在米香体验广场 举办了阿美族的丰年祭 也借此凝聚族人之间的情感 所以要邀请民众一起来共襄盛举 吃麻薯以及品尝小米酒 三星乡阿美族原是居住在花东两县 1981年因为工作的因素迁徙到三星桂林河川地上 由于是违建2001年5月被强制拆除 因此散居在三星各地 目前人口数约有150人 关系渐渐的疏远 而为了传承传统文化 在每年8月都会举办丰年祭典 至今已经第12届 以团结族人延续文化 我们的丰年祭就是为了我们族群的感情 怕说会申诉 就是说一定要有办这个风陵器 才有办法说跟我们这个之前 有联络感情 才要办一定要办这个风陵器 那一天办的是 有准备到 糯米 糯米糕 还有小米 还有糯米酒 都有准备这些给观众去品尝 这是我们原住民的传统文化把它接下来给我们 我们的下一代看 才有下一代的那个文化 它会他们才不会忘记我们的文化 所以这几年来 他们这的人都可以说 善机在三星各地的每一个角度 非常欲试 在每一个角度上升华 最近他们自己有做一个原住民的协会 我们工作也第一次来跟他们做一个联结 希望能够来跟他们作会 让他们这个地方 让他们较有信心 我们希望我们工作也能够到他们三天 让他们的文化继续来传承 所以这边的华东 除了公署帮他们有跟原住民委员会 来替华东的协会以外 公署在人类方面也尽量来配合 希望他们这么好的阿美族的 轻定文化 可以延传下去 在公署的协助之下 今年的三星阿美族风年季活动 预定在8月23号 在米香体验广场举办阿美族的风年季活动 藉此来凝聚族人的情感 也邀请民众来共襄盛举 前来认识阿美族敬天敬族的传统仪式 体验豪迈不拘又柔情似水的阿美族舞蹈 并且一同来吃麻糬 品尝小米酒 感受阿美族的传统文化魅力 宜蘭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导 吃麻糠